大家好,欢迎收看点点生活,我是你们的幽默风趣主持人。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,那就是你最喜欢的颜色,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。 无论你是喜欢红色、蓝色、绿色还是其他颜色,这些颜色不仅可以反映出你的个性,还可能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。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。 首先,先来聊聊白色,白色常常代表纯洁和善良。 在许多文化中,新娘会穿白色的婚纱,这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。 如果你喜欢白色,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喜欢简洁和整洁的人,追求和平与秩序,天生带有一种优雅的气质。 接下来是红色,红色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颜色,它可以象征生命和声誉, 但也与愤怒和侵略有关。 如果你是红色的粉丝,那你可能是一个热情、自信且渴望被注意的人。 你喜欢成为焦点,并且不怕表达自己的情感。 再看看紫色,紫色是一种神秘且高贵的颜色。 历史上紫色常被用来象征皇室和贵族的奢华。 如果你喜欢紫色,你可能具有创造力和独特的个性,追求精致和优雅,同时也享受生活中的小奢侈。 说到蓝色,这是一种非常平静和令人安心的颜色。 蓝色与天空和海洋相关,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。 如果你喜欢蓝色,你可能是一个冷静、可靠且忠诚的人。 你喜欢稳定和安全的环境,并且擅长解决问题。 然后是绿色,绿色是自然的颜色,代表着生命和生长。 如果你喜欢绿色,那么你可能与自然有着深厚的联系,追求健康和繁荣。 你喜欢新鲜的开始,并且总是充满活力。 橙色则是一个非常热情和充满能量的颜色。 它象征着温暖和舒适。 如果你是橙色的爱好者,那你可能是一个外向、热情且喜欢冒险的人。 你总是充满活力,喜欢与人交往,并且有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特质。 黄色是一种充满阳光和希望的颜色。 它象征着快乐和乐观。 如果你喜欢黄色,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充满活力、积极向上的人。 你总是能看到事情的光明面,并且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。 最后,我们来聊聊粉红色。 粉红色是一种温柔且浪漫的颜色。 如果你喜欢粉红色,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充满爱心、温柔且有点浪漫的人。 你喜欢生活中的小美好,并且总是带有一颗柔软的心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 无论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,它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你的个性。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小小的探讨,能对自己的性格有更多的了解。 也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色彩。 谢谢收看点点生活,我是你们的主持人,我们下次再见。 谢谢您的收看。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、分析简报。 更详细的内容,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。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,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。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、学者、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。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。 网址是6dobrief.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。